今天我们讨论的是哪个主题 老师请分享 今天的主题是一句话 叫客从何处来 其实我们在一群新朋友见面的时候 介绍自己的时候 一定会说我是来自哪里的人 会提到我们的家乡 其实这么一个小小的地名 就蕴含了历史地理和人文的诸多信息 那在这里我也做了一点小功课 我知道何老师是咱们的杭沙 对 我是在长沙出生的 胡一天队长应该是杭州对吗 对 然后我们佟队长应该是 运城 祖籍是运城 对 那我就想问一下 三位知不知道咱们的家乡的这个名字来头 有什么乾坤有什么奥秘呢 长沙 好长的沙 其实这有一种说法 它是对应的一个长沙星 所以说我们现在有这个星沙 对吧 所以也叫星沉 这个实际上和天上的星宿有对应的关系 然后呢 杭州啊 实际上最早的就是渔航 它这个传说呢 和这个大鱼有关 所以后来演化到我们今天 然后这个同队长 这个运城呢 我觉得是和民生息息相关的一个东西 岩 对 和岩有关 岩湖区 有这种说法认为 它就来自于实际上这个岩运之城 所以我们知道每个人的家乡 其实就承载了我们的一份对家的思念 也承载了我们的特殊的族群的一种历史 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主题都围绕着地面来展开 感谢观看